歡迎收看東京走則橋,我是瑋恩 歡迎來到新手必看系列的第三集 本集要來介紹如何規劃第一次東京自由行 那雖然是用我們擅長的東京當示範 但是同樣的邏輯大家可以應用在日本的大城市觀光區域喔 在開始前如果你是日本自由行的新手 可以先去看一下這個系列的前兩集 第一次日本自由行的注意事項上與下 會比較好進入狀況 我們現在是假設目的地已經決定是東京了 但你也可以用日本當作大的範圍 開始搜尋各個地區的特色 跟你想要去的地方 我們推薦新手可以選擇像東京 或者是京都、大阪、神戶的關係區域 因為像這樣的大都會區 交通方便啊 而且它的歷史、人文特色也鮮明 近郊的區域也不乏各種自然的風景 絕對是第一次日本自由行的首選 那麼如果是在東京這個選定好的範圍 我們該怎麼決定要去哪一些區域呢? 這裡可以去參考幾部東橋的影片 第一次跟第二次東京旅遊一定要去的10個地方 這兩部影片基本上涵蓋了東京都會區熱門的觀光景點 但是會有兩個比較大的漏網之魚 射谷跟池袋 因為影片主題的關係犧牲了 另外可以再看看東京七個熱門近郊景點 這樣一來就把初心者會想去的地方差不多都涵蓋了 這三支影片內容有點多 我就不贅述了 請自己先看完 看完這三支影片後 應該會比較了解東京有哪一些地方可以玩 以及他們的特色是什麼 以下我就用實際的範例來示範一下可能的行程安排 人物設定阿宅男友與購物女友 兩人都愛吃美食且都想去迪士尼 首先假設行程是五天四夜 那我們透過前兩支影片可以知道 阿宅必去的地方就是秋葉園 然後購物的話 有買藥妝必去的上園 各種百貨的集散地 新宿、高級精品與品牌旗艦艦的銀座 日雜的聖地自由之秋 然後安排一天去迪士尼 這樣下來大概就是三天份的行程了 還有兩天的行程 如果沒有特別喜好的話 就可以安排熱門的觀光景點 像是淺草、海廠、攝谷、表參道、東京鐵塔 這樣加起來差不多就五天份了 一天你大概可以抓三個大區域就很緊繃了 接著就可以打開Google Maps 開啟你的地點 開始製作你的行程囉 用地理位置把這些地方都先標記出來 然後把相近的地區安排在同一天 比方說 我們這次是從成田機場入境 那麼安排住在上野附近的飯店就很方便 可以直接搭skyliner從成田到上野 假設坐的班機比較早 可以下午在上野check-in之後 先走去上野公園逛逛 因為要趁白天還有光的時候才漂亮 再來前往跟上野很近的秋葉園 讓阿宅男友歡樂購物後 晚上再回上野吃飯 以及阿美恆丁逛藥妝店 這樣第一天就不用跑太遠 可以恢復坐飛機消耗的體力 也把該去的地方都去到了 第二天就可以趁旅行剛開始 直接安排一整天的迪士尼 玩起來也比較有體力 第三天就安排女友的購物行程 這時候可以思考看看 如果這五天都坐在上野 那你就可以一口氣先坐到最遠的站 然後一路玩回家 記得查一下景點適合白天或晚上 像今天就可以先從上野坐到自由之秋 那裡可以買日雜以及吃甜點 下午再到新宿逛逛 晚上到銀座最後坐回上野 第四天就可以用同樣的邏輯安排 前草到台場到澀谷 今天沒有先去最遠的地方是因為 前草到台場可以試試看坐船 而且前草適合白天去 晚上觀光客比較少 但第一次的話還是推薦白天去 距離上也又近 先去前草後 完完可以搭船到台場 而澀谷由於店家開到很晚 在台場就可以沒有負擔的逛 不需要太擔心回來的時間 最後一天通常都會比較趕 所以就只能插一兩個地方去逛 表餐道或東京鐵塔 都是蠻代表性的地方 由於還要回上野搭車 可以選擇把行李寄在飯店 搭車到機場前再去領取就可以了 以上的行程安排都是簡數 確切的景點請參考前面提到的詳細介紹影片 把行程用Google Maps按照位置遠近排好之後 直接用點跟點之間的導航即可 選擇大眾交通就會有地鐵的路線了 如果想要更精準一點 可以下載Japan Transit 它是我在第一次日本自由行注意事項影片中 提到的承換案內App的中文版 不過我覺得Google Maps就很夠用了 那麼餐廳呢 就可以在安排完行程後 依照時間在每一個區域尋找想吃的餐廳啦 我知道這點應該會因人而異 因為也會有不少人會先決定要吃哪些餐廳 因為他們會把美食排在第一順位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請把餐廳當作景點下去 安排行程的順序囉 那回到餐廳的安排 我們用第三天當例子 早餐比較多元 可以參考我們的早餐系列影片 從早餐的種類到詳細的店家都有 早上在自由之丘逛逛後 中午可以找自由之丘的餐廳 或者晚一點 在新宿吃也可以 餐廳的話就可以參考 Google Maps或Tabelloku的評分搜尋 或者是在波羅格跟東橋的頻道 尋找有沒有該地區想吃的餐廳 事先找好幾家 免得人太多或當天沒開 像新宿在我們頻道就有一集 新宿的25家餐廳可以參考 晚餐的話就在銀座吃 一樣建議先找好幾家當備案 這邊推薦可以去看看我們頻道的播放清單 東京美食超強攻略 基本上有超過100家餐廳 而且熱門景點都有 應該蠻夠用 把其他的天數都按照這樣安排完餐廳後 基本上行程的安排就完成啦 記得把尋找好的車站、景點、餐廳 按照想要的順序都加入Google Maps的你的地圖中 像這個東橋的東京五天四夜自由行一樣 到時候出國只要有網路跟手機 就可以去到所事先規劃好的地方 不像我當年還要先用Word打好印出來 或者是帶著一本旅遊書邊走邊查 那麼總結一下 安排行程的方式就是 1.按照自己以及旅辦的需求 先查好想去的景點、店家、餐廳 2.用Google Maps按照區域遠近 適合去的時間點安排順序 3.安排景點的過程中 就可以用導航查詢交通路線 4.行程確定後 按照時間點安排餐廳 這點因人而異啦 5.最後記得把這些都按照順序 放進Google Maps的你的地圖中 旅遊時靠著手機跟網路就能完成啦 想要什麼時候去真的沒有最佳的時間點 要看個人可以休假的時間以及預算 有的人只能休過年期間 但是花費很貴 有的人平常也可以出國 所以單純以季節限定來推薦的話 櫻花季、銀杏與紅葉季以及雪季都是不錯的時間點 不過東京未必會下雪 想看雪要安排近郊的情城 像是清景澤、河口湖等等的區域 另外12月份東京會有燈飾、Ellumination 如果可以的話這個時間點去真的會有賺到的感覺 關於響音以及燈飾 我們都有推出過十大推薦景點介紹影片 可以去參考看看 機票跟住宿大家都比我們還等 我只簡單跟新手說一些原則啦 廉價航空確實便宜一些 不過限制比較多 像是沒有副餐、行李要加錢 所在的航廈通常比較遠 機上沒有電視、座位比較小等等 但如果搶到優惠的話 真的可以便宜不少 常見的有 樂陶、酷航、潔心、虎航等等 至於一般有飛日本的航空公司 我在東橋本司團調查過 大家比較推薦的有 華航、長榮、ANA全日空以及JAL日航 可以查查自己要飛的時段 哪一家比較便宜或者是合你的胃口吧 住宿的話 東京我推薦住在上野、新宿、時代、淺草 這些地方都是大的轉運站 而且本身就是熱鬧的觀光景點 或者是住在這些地方的前後一站都可以 但是新手的話 避免轉車麻煩 還是住在大站附近 雖然人多了點 不管是來回景點或機場都比較方便 最後來簡介機場交通 首先看一下羽田機場的交通方式 從羽田機場出發前往市區總共有三種交通方式 第一種是巴士 那巴士的特色呢 就是你不用拉行李 而且它可以到達的地方有更多喔 這機器啊操作起來滿方便的 然後有英文跟簡體中文喔 第二種乘車方式是搭乘京急線 然後也到品川、淺草以及南冰燈的地方 我們第三種方式呢 如果是成田機場的話 介紹兩種最常見的交通方式 要到上野或日幕裡的話 就搭乘京城Skyliner 要到東京車站、新宿等地的話 就搭乘JR東日本的NEX成田Express啦 這兩個方式都是直達 車程大概50分鐘到一個小時可以到市區 好啦 以上就是如何規劃第一次東京自由行的影片了 不想查資料的人 可以等待這個系列最後一集的 東京自由行 新手行程懶人包 我會附上一個常見的熱門行程 直接跟著玩就行囉 下集帶大家看看實踐必做的事情 掰掰 下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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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結束